臣妾与瓜尔家世一族启事 若有半句虚言 全族无后而终 清朝28位皇后 为什么瓜尔家世没有出过一个皇后呢 真的因为瓜六的原因被灭了全族吗 清朝除皇族爱心绝罗世外 还有八大显赫的姓氏 分别是 童家世 瓜尔家世 马家世 索绰罗世 赫舍里世 复查世 纳拉世 纽葫芦士 清朝历经了12代皇帝 供封了28位皇后 再加上有些皇帝的生母 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被追封的 这些女人中竟然没有一位姓瓜尔家世的 这也是为什么呢 清朝出皇后最多的姓氏 就是我们熟悉的牛呼噜世了 是大姓 牛呼噜世 牛呼噜世一共出了六位皇后 家族制庞大 地位在清朝举足轻重 除此之外 还有纳拉世一族 也是清朝的大姓 总共也出了六位皇后 童家世 赫舍里世 复查世 这些所出的皇后 各个在后宫熠熠生辉 我们在《甄嬛传》中 知道了瓜尔家世这个姓氏 难道真的是因为 被瓜溜的关系 导致这个家族没有出一位皇后吗 真正决定这个家族命运的 虽然是爱心觉罗了 本来 瓜尔家世也是有机会在清朝大方一彩的 康熙的顿仪皇贵妃就是瓜尔家世 她在康熙朝时期被封为了合肥 真正与皇后之位仅差一步之遥的 是清朝唯一一位正式策立的太子妃 就是太子殷人的敌附近 瓜尔家世 在康熙34年5月初八 皇太子大婚 瓜尔家世被册封为了皇太子妃 这可是康熙亲自挑选的 能担当未来皇后的儿媳妇 她的德行 容貌 家世都是一等一的 瓜尔家世以准皇后的身份 掌管后援事务近20多年 事实证明 康熙的眼光是毒辣的 她多次亲口称赞瓜尔家世 秉姿书孝 父姓宽和 这是一个让康熙非常满意的儿媳妇 瓜尔家世早早的就拿到了 紫禁城的入场券 可惜她并没有机会踏上皇后的宝座 在当了太子妃的13年之后 印仁淫罪被废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瓜尔家世和老公一同被拘禁于咸安宫 半年后 印仁被复立为皇太子 瓜尔家世又再次成了太子妃 可是朝外虎视眈眈 印仁并没有当上皇帝 瓜尔家世也终生在幽禁中度过 虽然印仁被废 但是康熙还是非常同情这个儿媳妇的 当时瓜尔家世并重世事 因为废太子的关系 礼布根本就不敢给他奏情继闻 康熙特意下令让汉林院撰写 并在秋后致季儿媳妇 按照规定 亲王的福晋可以用20名侍卫 可是印仁被废了 帝附近瓜尔家世的遗丧 是没有侍卫可用的 但康熙就特意命令龙克多 率领30多名侍卫传校 这个规格超过了亲王福晋应有的 并且还是按照皇太子妃的待遇 给瓜尔家世下了葬 瓜尔家世的一生 怎么说呢 幸运和不幸并存吧 她是清朝唯一被正式策立的太子妃 未来本应该是大清尊贵的皇后 瓜尔家世一族离荣耀仅差一步 却随着太子印仁被废 人生变得跌宕起伏 犹如过山车 最终又进而死 虽然被高规格下葬 但死后的种种对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她之外 还有一个被爱心绝罗氏左右了一生的瓜尔家世 她的经历比印仁媳妇还要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瓜尔家世在大清后妃中销声匿迹呢 瓜尔家世这个家族 在清朝后宫为妃的真的不常见 《甄嬛传》中的瓜六 在历史上根本就差无此人 维二榜上有名的是 康熙的敦仪皇贵妃和嘉庆的安平 敦仪皇贵妃在康熙在世时 只是个小小的儒妃 竟雍正乾隆家风才成了皇贵妃 安平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她当了22年的常在 这瓜尔家世的女人 在清朝后宫不光少 地位还出奇的低 瓜尔家世的女人都哪去了呢 在应仁太子妃 瓜尔家世嫁入皇家之后 她的姐妹们其实陆续也嫁入了王府 两个妹妹分别被嫁给了 十五皇子应徐当敌福建 还有顺治的第二子 福泉之子当继福建 同一时期 其他瓜尔家世的女子 也都被嫁给了王爷皇子 但是在康熙朝之后 仿佛像是有了个规矩一般 瓜尔家世的女子 再也没有进入过后宫 这个还要从前朝重臣说起 瓜尔家世第一望族 是清朝开国元勋 其中最显赫的是苏丸瓜尔家世 苏丸部长的儿子 费英东 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最倚重的四大臣之一 顺治顾命的辅政大臣 是费英东的侄子 瓜尔家敖拜 这下耳熟了吧 瓜尔家世也是从努尔哈赤时期 迅速发展壮大的 在顺治康熙时期 到达了鼎盛 但是在康熙亲政后 嘿嘿 第一步就是除掉了敖拜 敖拜的倒台 对瓜尔家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敖拜当权的几十年间 他必定是提拔亲族的 但是在他被处置后 朝中和他但凡沾上点关系的亲族 肯定是要被清除的 所以已经出嫁的瓜尔家世女子 可能会因为敖拜的原因 婚姻不幸 但未出嫁的 在之后的婚恋市场上 就处于劣势了 所以即便是满洲的大姓之一 但瓜尔家世已经逐渐没落了 皇帝选妃也好 王爷选福晋也好 都是会看出身的 即便曾经辉煌 但已经不复从前了 所以瓜尔家世的女子 在康熙之后 再也没有入宫为妃了 更不要提这个家族的女子 能当上皇后了 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没有家世 没有子嗣的皇后 会当得非常辛苦 但是这个家族 特别能出福晋 这又是为啥呢 大清最能出福晋的姓氏是哪一个 你看这张图 有八位瓜尔家世 都成了王爷的福晋 这个家族的女子 虽然受敖拜的连累 无法入宫为妃 但是凭借其优越的家世 当个福晋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直到了嘉庆时期 费英东的嫡系后代 才入宫成了一个小小的常在 一直到嘉庆死 这个妃子地位都没有变过 没有在后宫翻出什么水花 但是有一位女子 她福晋当的是有声有色 差一点就踏上了后卫 她便是道光第六子 一心的迪福晋 瓜尔家世 道光27年 道光给黄四子一主 指昏了萨克达氏为迪福晋 这个举动震惊朝野 朝野上下当时都在猜测 皇位到底是落在黄四子 还是黄六子身上呢 没多久 道光将热和都童贵梁 召回了京师 并且把她的女儿 瓜尔家世 嫁给了老六 不论是家世 还是老爹的官职 瓜尔家世都超过了萨克达氏 老六一心 仿佛已经成了未来的储君 那她的迪福晋就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皇后 但是却又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一心并没有成为皇帝 最终老四成功即位 成了咸丰帝 瓜尔家世也就无缘皇后之位了 但错失皇位的一心 和瓜尔家世感情非常好 两人结婚后生下了两子两女 瓜尔家世的长女还成了慈禧的养女 被教养在宫中 并且被魄力封为了荣寿故伦公主 晚清时期 除了一心的福晋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同样出名 她就是溥仪的生母 瓜尔家佑兰 佑兰是大臣荣禄之女 为了拉拢荣禄 慈禧不顾宰风已经有亲事的情况下 硬生生的把佑兰夹了过去 婚后佑兰生下了长子溥仪 次子溥杰以及三个小女儿 几年后 溥仪被硬生生抢走 当皇帝去了 佑兰哭得是生死历劫 那又能怎么样呢 谁能碾得过慈禧的大腿呢 某年 溥仪和端康太妃 因为太医辞退的问题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气不过的端康太妃 就把溥仪的祖母和妈妈 瓜尔家世 叫到宫中臭骂了一顿 从来没受过这种刺激的瓜尔家世 从宫中回去后 就吞鸦片自尽了 才年仅37岁 在两次最有可能当上皇后的机会中 瓜尔家世的女人们全都擦肩而过了 佑兰这个刚历的女人 给瓜尔家世的女人们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什么就半宫生不了 对啊 对啊